女朋友开车带我跑赛道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谁说女孩子不能有赛车梦呢 在融合这条小赛道上 Supra究竟可不可以干掉我的GTR 杀掉我杀掉 你看这次赛道呢 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 就正常来想 我这BRZ前两天刚提的 还没跑出摩克器呢 去赛道干啥呢 我本来是没打算去的 然后我们GTR去年 看过我们赛道那些朋友都知道 它目前在融合赛道是一个 所有GTR车型的最快的一个记录 所以我当时也说了 在没有别的GTR 把它的这个记录刷掉之前 我也不会再开这台GTR去赛道 但是这一次呢也是一个契机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就可以让ECO和它的Supra 第一次去赛道里跑一跑 所以我们最终决定 还是一起去赛道转一圈 同志们好 看见标题上赛道俩在这 是不是希望我们赶紧 把这BRZ拉到赛道里面去活一活 不存在的 不存在 我们这BRZ现在才跑了400多公里 然后厂商说明说是1600公里之内 是建议不要超4000转 尽量的把这个摩合器给它跑完 我知道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会在那骂 现在没有摩合器 你看人家谁谁车评人是不是 都已经拉出去 都跑完赛道了 赛道有各种拉高转 又飘一天没事 是啊 人家是车评人 但咱不一样 咱是车主了 总之我们这一趟是要去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Supra已经出摩合器了 然后带着ECO去体验一下 然后我们BRZ跑个往返 希望它早日出摩合器 现在是马上半夜十二点 第二天去跑赛道 这个第二天一早呢 我们的ECO小姐的整个人就是那种饭也吃不好的那种就紧张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第一次去下赛道也好 哪怕是第一次去跑卡丁车呢 特别怕自己上手的时候不是有共鸣的朋友们可以在担目上互动一下 一放那两台车真帅 真装皮 我们这次赛道日的地点呢 仍然是围方的融合赛车场 这是一条长度仅为1.3公里的小赛道 然后这条赛道呢 其实是对像GTR这样的长轴距的车是非常的吃亏的 因为在一个掉头弯之后接一个掉头弯的时候 这台车的感觉就像是你的头过去了 但是你的屁股还没有过去这种感觉 反而对于像Supra这种轴距特别特别短的车 包括像我们的BRZ 在这条赛道上是特别吃香 所以我这次动了一丁点小面 白瞅一下它的Supra是不是 看看能不能把我们去年GTR这个全速给干掉 结果没想到啊 带着人跑这么一圈 已经快接近它的场景了 我们看一下 我要跑赛道了 有点紧张 你要对我的小赛车车温柔一点 Sale 有点紧张 同样都是原厂拍啊 但是你这个原厂它也是尊贵的米其林 我们GTR是逢宝台 所以我觉得有希望 其实在这种小赛道里更多的时候拼的是一个弯速 但是Supra轴距这么短 你这个弯速就会很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人在车里可能会很重 对 如果咱们但凡一会儿做出来一个接近GTR的全速 你可以就是一会儿下来 我上去单独跑的时候就把GTR打了一会儿下来 就这个车其实我唯一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在哪里 因为我们知道就在弯速里面轴距越长的车 它的稳定性就越好 那轴距短的车它更容易出好的弯速 但同时它也更容易出现中心转移 在这儿看我们在车里跳舞吧 走着 这个是个高速弯 贴这个弯性过来 然后到这儿就可以全油了 这个轰轮胎重刹 哇 这刹车好软啊 好软啊 然后行计刹车 一边打方向一边逐渐松开刹车 出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尾的姿态 前油 可能我们相机过热自动关机了 55秒95 快飞上GTR了 弯心的姿态非常非常完美 就是即使它有巨型的侧轻 它是一边侧轻着 一边这个车就整体 突突突突突突突 真的要出 哇 这感觉太神奇了 真的是厉害 真的是厉害 GTR它的轴距特别长 它轴距长的车就适合跑向牛北那样的 就是有极多高速弯的赛道 它的稳定性 它的中段的弯心处的加速的能力 就会在它这个长轴距上 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但是像这种基本全是掉头弯 和90度弯的小赛道里 轴级短的车真的是厉害 而且车尾的循迹性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然后我就跟AQ说好了 是吧 我带你已经熟悉完下道了 但是你看这一下出来的成绩离这条这么近 那我不得整个飞行圈试试 你看咱原厂Supra一个螺丝都没动 能不能把这650p GTR给干了 是吧兄弟们 在下午吃完午饭之后 我就偷偷的一个人开着Supra 跑上了赛道 然而呢 往往现实都会给你扇大耳瓜子的 本来上午是晴空万里的赛道 在我开Supra跑上赛道那一瞬间 突然就吓起了 哗啦啦的大雨 OK这个雨现在是越下越大了呀 到目前为止没有超过上午的成绩 也是没有办法一件事 轮胎的附着力已经明显不行了 再冲最后一圈 然后你就下去 刚才在弯里面也出现了一甩尾的动作了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当天最快的飞行圈 在我即将放弃的那一刻 伴随着震雨 姗姗来迟 冲过龙门 群记刹车进入一号弯 顺势重心转移 切二号弯心 三号掉头弯 群记刹车 车身姿态明显比GTR来得更加干脆利落 四号弯收点油门后 直接全油切上五号弯心 冲向六号高速弯和大直线 三百四十倍的Supra 大直线的尾速达到了一百五十七 还算对得起这五百牛名的牛居 重刹循迹进入七号掉头弯 短轴距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 弯速明显比GTR快了太多 出弯时尾部的滑动 也让我更加期待干地的时候 Supra可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全速 八号掉头弯需要外内内走线来衔接九号弯 GTR疯狂推头的地方 对于Supra来讲 不过就是再次吸入一个弯心而已 九号弯走一个弯弯心 换取更长的加速距离后出现 GTR被Supra占于马下 牛居 干掉GTR 比GTR快了小一秒啊 我就说嘛 给一个干净圈 即使是现在淡湿的地 干掉GTR在这个赛道里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就说什么样的车 他要在特定的赛道 特定的环境才能发挥出来 Supra可能牛北是打不过GTR的 但是在这样低速而多的小赛道里 GTR绝对不是Supra的对手 我做两圈散热然后咱们下去聊 我是冲三圈散热一圈 再冲三圈再散热一圈 因为这个飞行圈真的非常的来之不易 一会儿突然开始下雨 一会儿天放晴了 我想冲一下 路肩上有水 前面还有车打 所以当我下来之后 Eco看到这个成绩已经干掉GTR的时候 他自己终于要忍不住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Eco小雨 在赛道坛就能够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吧 当我下来你去吧 我走的是我的保姻 是 待会我能活着回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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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弯弯 不足为惧 OK 我们的Eco小姐在没有关防滑的情况下 作为第一次女生 第一次跑赛道 非常惊人的一个成绩了 至于这个成绩到底是多少呢 我这里先卖个关子 大家可以去Eco小姐的主页里 支持一下她 看一下她作为一个女生跑赛道的阿富富 她的第一视角的感觉 支持一下 给你关注 找了一个200斤的女 算了0.6 That's my girl OK 兄弟们 赛道日到这结束了 SUPERA真的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我们的新BRZ就成为了陪衬 等后期她出了磨合期之后 再把她拉到赛道里 看看她到底有几斤几两 能不能干掉吉他弹幕上预测一步 经过了这一天辛勤的拍摄以及刷圈 我们现在踏上了灰程 SUPERA同样是作为一台前车后驱的小车 但SUPERA整体的感觉还是比BRZ的感觉要更加硬朗一些 这就是一个车身刚性上的区域 就是虽然这一代BRZ开起来明显 它的车身的刚性会比老款的要强一些 但是仍然是没有SUPERA的刚性那么强的 这也是德国车和日本车的一个底子 在这个比较歉意的西洋的归途上呢 我们也明显的我听到这个BRZ 车身四周传来的风噪啊 毒涂都很大 老伙伙现在跑到还没有到120 110的这么一个速度它已经3000转了 就是说SUPERA人家8个档 老伙速度也就1000来转 2000左右左右 所以说贵数这一倍多的钱来贵到哪了呢 其实真的就是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我们新BRZ比老BRZ贵了10%到20% 它的质感也的确提升了我觉得超过了10% 20% 但同样还是没法和加分更高的SUPERA去比 那么本期视频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么一个日常玩车这么一个状态 是吧 我们愿意用这样一台硬核的车 虽然没有触摸起 那么愿意拍它来跑长途 是吧 然后到了赛车场 那我们又用另外一台车配玩的零力尽致 把我们这些玩车的生活分享给屏幕前的你们 去分享我们的快乐 分享我们的喜悦和感动 那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做节目 给我们一个一键三连 今后再给大家做更有趣的视频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在这夕阳下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